欢迎收看金融麦娃队的节目 那么今天的指数来震荡走高 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 今天上涨57点做收 那早上开盘的时候 来大盘的话 早上只有开在平地附近 那么很快就往上面冲了 所以今天来指数 就一直维持在高档 那收盘的时候是涨了57点 好 那OTC今天 也是一路走高 那么就是今天已向对高点做收了 好 那到今天的时候 大家再回来看看 前几天跟你讲的话 是不是非常的中肯 对不对 前几天美国股市在拉回的时候 台股也在拉回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市场上很多的利空 好 大家告诉你说 接下来怎么样了 那或者是这一段的反弹结束了 等等之类的 那我那时候就说 你看长还是看短 那当然讲这个 不是来安慰你的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 长的效力跟短的效力 谁影响的比较多 那如果这一段行情 它走的是空班多以后 今年是班多的一年 好 那长的时间比短的时间 要来得更 影响时间更久 它的空间也更大 那这种时候 你当然是拉回来找买点 是不是 而且我说出生段一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会听到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各式各样的杂音 对不对 没有一开始就万里无云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听到 好像库存还怎么样 那可能一下高一下低 那可能时间快一点慢一点 但是你只要记得 今年基本上就是一个 翻多的一年 那翻多的一年里面 这两个月当然指数速度 不见得会这么快 因为年限它还在扣高 对不对 所以这都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但是年限从今年六月以后 就会开始 从现在的位置 开始往第一档扣 所以今年到六月份的时候 年限就会开始翻多 那OTC就不用说了 它早就已经翻多了 是不是 来所以今天的盘呢 那么季星就站回去了对吧 来这是季星 那这天跌最多的时候 最恐慌的时候 那我就跟你说 破不破都买点 好破不破都是买点 那其实不只是指数 包括像一些 大家很关心的高价股 像当时创意那天也是大跌 对吧 对不对 那天创意跌下来的时候 我也告诉你 你基本上来说 它AI还是没有变 它还是一样 AI还是对它有很大的帮助 就你回来看 它今天也给你过高了 对不对 所以多头市场 都是怎么洗的 都是怎么洗盘的 它都是利用这种 很短线的拉回 就会有些杂音 然后市场上面 因为经过去年的事情 所以大家余悸有存 但是你要知道 你拉回早买一点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说 指数上面来说 它就回到这个箱型的低点 对吧 那回到这个箱型的低点 就是给你买的 绝对不会是给你卖的 对不对 那OTC更不要讲了 OTC年限都已经翻多了 对不对 它年限都已经上扬了 所以OTC拉回到季限这里一样 季限就是你在买一点 对不对 结果你看一口气上来之后 现在这一段 已经直接收一半回来了 那更不要说个股 个股就更强了 所以市场上面很多消息 所以你要能够知道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哪一些是不重要的 比方说第一共和 那个事情就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那你会说它看起来跌好多 对但是我就跟你讲 那就是它个别的因素而已 那就只有影响它自己 是不是 那今天大概就会有些人说 这个接下来费得要升息 对啊 5月4号费得要升息 那你说那个有没有影响 那个当然没什么影响 因为它就最后一次了 是不是 那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而且全市场都知道了 早就已经反映在里面了 对不对 但是今年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利多 是还没有反映的 对个股也是 对不对 还有营收的利多 后面的利多 新产品的利多还没有反映 对所以你倒是早买点 所以今天回来看 OTC也是很强 好那么 那么现在KD也从第一档 晚上交叉了 好那所有的话 其实OTC它已经变成了 多头排列了 它的所有的均线 是走成多头的排列 那比大盘要来得更快一点点 所以我说你接下来 今年其实你就记得一个重点 今年就是把握好股票 因为今年的话 产业是落底上去 那自然有一些好东西 那因为工需就是一个 很清楚的东西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硬道理 那你的营收会越来越强 获利会越来越强 股价就反映后面 对不对 股价永远都走在前面的 它一定是你先反映 所以我说你现在再回来看 上个礼拜那几天拉回的时候 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对不对 你随便买都可以赚大钱 而且我都公开讲 是都公开跟大家讲 先来看看 今天的瑞阳也是涨停板 来这是礼拜五的时候 瑞阳就喷掌停板了 对不对 好那礼拜四也是一个 很漂亮的买点 那礼拜五你看它就冲出去了 好所以礼拜五呢 瑞阳直接喷掌停板 那AI跟碳盘查 那AI它已经是 真的是已经到了聊天机器人了 那聊天机器人 它算是走得非常领先了 那么碳盘查的话呢 那林泰云的话 当然就是非常受到欢迎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话就直接第二根涨停了 好两天两根 所以你说速度要不要快一点呢 五月份今天才刚开始 是第一个交易日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五月份赚大钱的 就记得一定要赶快 因为我觉得 做股票的人要把握时机 除非你就是永远不做股票了 那如果你要做股票的话 你就要把握进场的时机 有行情说就要做 那我其实去年底就有预告给大家 股票就是大循环 那去年是大循环向下走到底 走到底后翻多 那所以翻多的第一年都最好赚的 翻多的第一年都是最好赚的 也是空间最大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都新东西 对不对 因为每一次翻多的第一年 都会有新东西 那新东西大家又没有货 使得大家手上没有筹码 所以它最容易赚钱 那也是空间最大的时候 所以你看今年到现在为止 真的在喷出的 涨很多的 几乎都是新题材 几乎都是新的题材 那新题材里面 很多人都在讨论 但是你 你进来赚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要不然很多股票 涨的时候你也不敢买 对 跌你也不敢买 那这样子就不对了 对 你这样怎么赚钱 是不是 那除非你说 以后都不做股票了 那如果你还要投资股票的话 你当然该做的时候就要做嘛 该赚钱的时候就要赚钱 对不对 今年就是搬多的一年 而且是刚结束空投搬多的一年 那那种新的就会涨 新题材最容易涨 来两天两根 来五月一开始 今天才五月第一个交易日 所以人家说拔得头筹 那我们五月就一开始 就冲第一 而且当然我们不是 只有这档强了 如果只有一档的话 那也就我觉得也就还好 但是我们是挡挡强 而且都是公开操作 对不对 那你看他的这个就是 非常非常的很受欢迎 因为这将来就一定要来的 因为AI对他已经走在前面了 那再加上另外一个零碳云 就是碳盘查 碳盘查当然也是非常强 因为询问度非常非常高 因为以后大家都得用 对不对 大家都得用 因为国外也要用 所以你一定要用 是不是 接下来还有什么碳边境税这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将来的趋势 那你就得找到里面的标股 所以我说 今年会有个盲点 那个盲点就是说 如果你一直看着指数 你就很难赚到钱 对不对 因为指数涨的时候你就会怕 有没有去年的阴影 那指数跌的时候你又想到 又想到去年那个时候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今年 明明有心停才可以赚大钱 可是就会有人错过 对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你就直接跟上来 因为跟上来就没这个问题了吧 对不对 你就会知道上个礼拜很漂亮的买一点吧 然后就喷两根掌听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 因为今天还不止一档 你如果说是一档股票赚钱而已的话 那就没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是 不只是手上的股票继续赚钱 还有这种大赚了以后 今天又把它放口袋里面的 因为赚上一样是创新的 所以就说你手上继续赚涨低 但是另外一边也把获利 也有获利放口袋 那你的资金又更灵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更好 因为五月有个好处 这个我在上礼拜就提醒大家 是不是 我们看以前四月份的时候从哪里开始 四月份从这里开始的吗 对这里是四月初对吧 有没有 所以四月份的时候 它是从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开始的吗 是不是 所以四月份就分两段了 前面上去后面下来 可五月不一样 五月是从低档开始的 对不对 五月从低档开始 你空间就更大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你要掌握标股吗 我才说你要把握这个五月赚钱的机会 那很多人就跟你讲到说 还有什么利空 像费的要开会什么之类的这一些 全市场都知道了 我觉得不是重点 重点是有些新题材大家手上都没有 然后那种标材就会特别凶 所以今年我觉得你就是把目标定定好 今年目标很清楚 今年目标就是标股然后来赚大钱 对不对 今年先帮自己财富自由 是不是 那今年的机会 现在才五月份而已 还有非常非常多机会 而且今年有很多都是新题材 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 不只是瑞昂两根掌听板 那还有包括另外一档碧印也是 来看看碧印也是 非常非常的强势 三月份已经赚了七毛一了 好那三月份赚七毛一 那股价说实战话才七八十块而已 然后第二季第三季有一大队的演唱会 所以累计加起来有130场的演唱会 非常非常强 这台湾最大的啦 台湾最大的娱乐影音活动公司 好来看看我们今天股票多强 来看我们股票多强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涨停喔 不是只有一档涨停喔 对不对 是好几个涨停板喔 而且还是连续涨停板 有没有 两天两根 一样两天两根 来这个解封 大家之前有看到这个饭店都怎么长的 对不对 那餐厅之前也长很多 那但是饭店餐厅当然长得有道理啦 但是也已经长过了嘛 那反过来说 线上的应该说解封以后这种娱乐活动 那这个的话呢 就没很多家囉 餐厅你看到很多家嘛 饭店也有很多家嘛 但是娱乐影音 这个没有几家喔 这几乎就独占的市场啦 再加上大家已经封闭了这么久 关了这么久啦 所以上次才有一个那个 演唱会在高雄一开 Blackpink的一开就完全大 完全大爆满嘛 对爆满到连那个捷运都很像是 都很像在跨年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压抑很久的需求啊 那这一块里面不一样的是 它没几家公司 那就是独占的市场啊 所以的话呢 来到三月份的获利七毛钱 已经非常强了 但是接下来还有 一百多场摆在后面 所以后面会更强 好这一样连续两根掌平板 好一样分出去了 所以我才说呢 这个五月份今天才一开始而已喔 在第一个交易日喔 对不对 那五月份你要做什么 就是赶快来把握标股啊 好那有些人会说 五月份的这个肺的升息等等的 那就最后一次啦 是不是 那利空我觉得也反应完了 应该讲那其实本来就不是 一个很重要的利空啦 因为你现在在升息的尾巴 你在升息的尾巴 那尤其是全新的东西 尤其是新的产业 好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就要赶快把货了 那今天就非常非常好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我们这个今天大涨的股费 还不止于此喔 对不对 不用我讲你也知道嘛 我们今天涨停还不只是这样嘛 对不对 我们不只是这个必应两根涨停 瑞昂两根涨停之外 还有包括大家都知道 我们手上有没有非常非常强势的材料 对不对 四七六三的材料可以玩 今天又涨停啊 对今天也涨停啊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档墙啊 是一档一档都强啊 而且是可以让你赚很多的 可以让你赚的比你想象还要多 好 那么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你知道其实赚大钱没那么难 赚大钱有时候 有时候其实也蛮容易的啦 那再回过头来 五月份也有更多你要把握的机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二十月份也有时候都没那么硬 三十月份也有时候 有的时候也就会有什么 我们可以参照的一个财经电视台 前往你值得出 我可以参照的一个�能量 我们可以参照的一个财经电视台 我们可以参照的那样 我们可以参照的方便 一个财经电视台 我们可以参照照 我可以参照的地方 改参照 vär面 蛇照的效果 我们可以参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今天我们确实是股票挡挡喷出去 都非常的强 而且都公开跟大家说的 今天盘中就有很多人在说 4763的材料涨不停 我们手上的标股 一路喷出去一路喷出去 今天居然五字头来了 很多人就说 从一字头开始涨到五字头 今天真的五字头就直接给它冲过去了 而且不只冲过去 还亮灯涨停板 所以不只是站上五字头 这根本就是稳稳站上五字头 然后喷涨停板 对不对 来看今天材料是517块钱创新高 来今天涨停锁住 517块钱再创颇转新高 所以回来看一看 那么很多人在讨论 大家都说怎么这么强 很多人说真的涨超过想象 但其实你如果跟上来 你就知道早知道 对不对 我早就告诉你 它就是会喷出 早就已经跟你说了 那本来就会喷出去 是不是 所以上个礼拜它是不是刚解禁 之前分盘交易 那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礼拜四解禁 礼拜三我就已经预告了 对不对 礼拜三解禁前一天我就跟你说 那礼拜四解禁 那礼拜四解禁会怎样 就是你要把握机会 对不对 你要把握机会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会喷出去 是不是 接下来的营收跟获利都会非常非常强 那股价都还没反应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要把握买一点 因为分盘交易的时候 毕竟比较有限制 那毕竟比较有限制 对不对 但是解禁的那一天 解禁的时候你就要准备进场 而且会有好买点 好 结果讲完以后 礼拜四 礼拜四解禁 那解禁那天它没大涨 它其实还跌 你看那天多好 那天多好的买点 那天是四个多小时 随便你高兴怎么买就怎么买 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所以我从解禁前一天就预告 解禁当天我也跟你说 那天点我说太好的买点了 对你就可以直接转 对不对 讲完了以后呢 然后到了礼拜五 礼拜五的时候材料就没客气了 谢谢 其实我礼拜四之后我就跟你讲 那天拉回就是一次洗完 一次洗完 该出的不该出的 想出的不想出的全部一次洗完 就是那一天 对不对 一天洗干净之后上去会怎样 上去一定更猛 上去一定更快 因为你把所有的筹码都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之后上去之后 就直接再走回原来的路 原来的路就是准备要创新高 对不对 准备要反应今年营收跟获利大成长 所以股价还是要喷出 是不是 所以礼拜五看洗多干净 真的洗好干净 是没信心的那一些的 全部都洗得一干二净 礼拜五就直接喷了 好礼拜五的材料 礼拜五就喷涨停了 买点都已经帮大家掌握好 都公开讲了 所以你有掌握到买点 就可以轻松赚钱 所以有些人说标股 不知道怎么上车 其实你好几次上车机会 你好几次的上车机会 对不对 今天又再度涨停 有没有 两天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上个礼拜是随便买 对不对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礼拜五就喷涨停 然后放假回来 今天再涨停 而且涨停就锁死了 一早就已经穿过五字头 很多人说站上五字头了 会不会是反压 你要是懂你就晓得吗 这怎么会是反压呢 对不对 站完五字头进入新的阶段以后 就直接分出去了 对不对 就进入了新的阶段里 那接下来就反映到营收获利 那营收获利会怎样 营收当然很强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那个时候 之前的时候 三月份的营收 它增加46个百分点 月增46% 年增几乎是一倍 那月增46% 那个没有完全反映 三月份的过场 三月份它过了八千顿 对不对 但是三月份你第一个扩场它第一个月它不会全部反映啊 因为你不是一月你不是三月一号开始过嘛 那再来这里面一开始的话还有一些调整嘛 所以它还不是全部反映 那你三月还没有全部反映 扩场还没有全部反映就已经增加46%了 那四月要全部反映 然后四月又扩9千顿 扩比八月还要 扩比三月还要多 那你四月份就是四月份的部分反映 跟三月份的全部反映 那你到五月份就是三月份跟四月份 扩出来的全部一起反映 而且还加上一个重点 第二季开始廣价 第二季开始涨价 是不是 那么获利是什么 对不对 你的获利是营收上来之后 然后它的ASP也上来 那获利就是跳更快 对获利就跳更快啊 第二季开始涨价嘛 第三季涨更大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一定盆足啊 好 所以今天就很轻松的 来517块涨停 好 那么连续两天涨停板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其实标股你都可以上车的 你不会没有上车机会 对不对 很多人说老师股票好强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车 那就差你没跟上来 你如果有跟上来的话 你不是很轻松就可以买吗 而且是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吗 对不对 单单是最近两天 你就可以两天两根涨停板 对 两个教育日 你就可以两天两根涨停 而且你买的时候还是很轻松的买 对不对 礼拜四的时候拉回嘛 拉回那一天你看 所以我说要更好都是这样 礼拜四那天解禁之后拉回啊 很多人就跟你说那走完了 对不对 其实一路以来好多人都这样讲 那就是没有把东西合起来 对不对 你要把属我东西合起来嘛 对不对 不是只有一个技术面而已嘛 你要有技术面还有基本面嘛 那基本面涨的又是什么 后面的基本面 它涨的不会是前面的嘛 前面的基本面是一个参考啦 那是一个参考值啦 但真正会喷出都是喷后面的基本面嘛 所以你必须要把技术面 筹码面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我才说股票能够赚大钱的人 他就是会赚很多 但不会赚就是不会赚 对不对 这一来一回就差的落差非常大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几个涨停 对不对非常非常强啊 其实五月份才第一开始 那我说我们五月份就是一个 要大赚标股的时候 对很多人我在讲的时候 他还在半信半疑 其实我就说指出拉回是好事啊 拉回的空间更大嘛 对不对 更何况四月的后面那一段拉回 就是好的坏的都拉回啦 该回的不回的都回啦 就像材料那时候也拉回过 对不对 你看拉回是不是好买点 拉回是不是给你另外一个上车的机会 你要不然直接喷到五百多 你还没有办法上车啊 对不对 所以四月多的拉回就是什么 好股票坏股票好的 该涨的不该涨的 全部都有偷的拉回过 那刚好就是你上车的机会嘛 是 你有把握机会的人 今天不就很开心吗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赚钱啊 而且今天还只是五月一开始 那我们五月的目标其实很清楚 五月就是赚标股 那五月赚标股今天才第一天而已 所以接下来你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赚钱 其实我觉得今年是真的是要把握 不要掉在以前的迷思里面 你记得空翻多的第一年都是最好赚的 都是最容易赚大钱的 而且都是新题材 都是新题材啊 就不是那个前两年的时候大涨过的股票 对不对 就换新面孔嘛 因为你产业有改变嘛 产业为什么改变 工序有改变呢 就像我说材料这里 国际大厂没有一个要增产啊 没有人有新产能嘛 那你又供不应求 然后东西又改变 东西改变就是你把原来的这个传统的 传统的烟变成加热不燃烧的烟嘛 那你看它好像是一根换一根没什么 用量就加倍 那用量就多一倍啊 你一根等于两根的量啊 但是全世界没有人扩长 是不是 大家都没有扩长 产能本来就不够吧 这个时候你当然是涨价啊 而且现在又解封了 对不对 那个也算是前两年有受压抑的嘛 对所以你看一党股票 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那我们今年就要这样子来达成财富自由咯 是不是 那千万不要说你标股没有上车的机会 因为你明明就有很多上车的机会 而且你每一次上车都可以赚大钱 而且你越早进来越好 好来看看今天是517块钱再闯新高 那累积的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180块钱进场 那中间还有一次加码 那这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呢最明显的在这里 是特别我公开跟你说 还有包括前两天我也公开跟你说 因为这里是什么 现增出来的时候 200多块钱的现增 所以打回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是绝佳的大好买点 有没有 那个时候是300块钱 好现在已经500多了 好那么都不要讲这些了 就讲是最近就好了 来最近的话呢 这就是在解禁前 前一天我就告诉你 第二天解禁就是买一点 果然你买进之后 直接两个涨停板再创新高 517块创新高 一栏股判就可以这样赚钱 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见证这种过程了 来见证这种标股 一大段一大段 让你越赚越多赚不完的感觉 今年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见证 你有很多可以见证的 因为现在只是开始而已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好机会 出股票的人要知道天时地利人和 对不对 你该赚大钱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好 是不是 你不要等到行情都走完了 股票都喷完了 个股全部都喷出去了 标股都已经全部反应完了再来 对不对 你就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 市场上面还没有完全整个爆发的时候 就把标股把握好 当然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因为今天我们有获利了结的股票 再来有双双涨停板的股票 而且都是连续两根涨停板 然后包括两个连续涨跟涨停板的股票 应该算三个 因为材料也是连续两天两根涨停 而且今天材料是五字头 五字头就是很轻松的不只来了 而且是涨停锁住 517块钱 好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假日的时候 因为有给大家这个一变三 一变三是超级大优惠 一变三超级大优惠的时候是说 本来是说只有到假日为止 但真的很多人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 就差那么一天来不及 这个名额就没有了 当然今天材料上500块钱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我今天就破天荒的 加码五个名额 庆祝材料上500块钱 我们加码五个名额给大家 只有今天而已 好 所以庆祝材料占上五字头 517块钱涨停再创新高 我们今天加码五个名额 各时段加五个名额 一变三的超级大理 大家记得来把握了 错过就真的没有了 好 记得把握五月的表股才是最重要 跟我们现场的注意言论 一起来就要拿钱 请不吝点赞 订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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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